输液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赵光宇 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首先要说一下输液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 只要你是正常的进行输液 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有些家长就认为他的孩子不打针就好不了 或者有的我们的 有一些医生也是这样认为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危害 它的危害主要是基于一个孩子的一个恐惧心理 孩子每次到医院都打针 孩子就不愿意到医院来 会产生一个心理恐惧 而且孩子在有时在睡梦中 或者就是想到梦到打针就会哭醒 这种情况 对孩子心里有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过度的用一些药物 例如说我们现在用一些感染性疾病 用抗热素可能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你可能口服就可以解决问题 甚至观察就可以解决的时候 我们打针可能就会导致药物的滥用 产生一些耐药菌的产生 还有输液本身是一个侵袭性操作 它本身就存在一个感染的风险 而且有药物进入其内 本身也有一个药物风险 例如说有一些药物就会产生过敏 导致我们一个过敏性皮疹 过敏性休克 甚至死亡都有可能出现 但这种情况是极端的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适应征 我们打针是力大于弊的 而我们不需要打大针 尽量是要减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